印度海军在去年的12月5号 在船屋里侧翻了一艘国产军舰 两死十二伤 这事惹出了国际笑话 大部分中国媒体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称这艘军舰为布兰纳普特拉河级护卫舰 其实这个奥口的名字是音译 如果异译的话是 雅鲁藏布江级护卫舰 雅鲁藏布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 在西藏海军 雅鲁藏布江在印度只有很小的一段 印度海军取这样的名字也够恶心人的 这是题外话 关键是由此显现出印度造军舰的能力差到什么程度 不过这事在印度看来不算什么 不影响他们发展强大海军的企图 在看到中国未来的造舰计划之后 印度也被刺激的不要不要的 也准备快速撞打印度海军 但是美国人却对印度当头棒喝 给了印度致命一击 事情是这样的 美国海军为了折衡中国就去帮助印度实现强大海军的梦想 于是美军派遣了一批顶尖的海军工程师去考察了印度国产航母 维克兰特号 这艘从1989年宣布建造 经过印度精心打造了20多年的航母 让美军这群工程师目瞪口呆 他们实在没有想到这艘航母如此之差 以至于他们想提供帮助都无从下手 美国工程师给出了对这艘航母的评价 虽然已经下水了几年 但是要10年之后才能形成战斗力 这事情对印度的打击是巨大的 但是印度人的乐观精神却无比强大 以至于在今年7月出口了一艘金海巡逻舰之后 又开始了膨胀 趁印度依赖外国提供军舰的历史宣告结束 美国人在考察印度的国产航母之后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印度真的能够成为美军抗衡中国的棋子吗 说把标可能更为合适 于是美军加大了对印度的军售 其中包括MQ-9 死神无人机 这在以前美国不太可能出售先进的无人机给印度 除此之外还有加油机 运输机 以及整条的M16生产线 从中国角度看 不管这些武器多少钱 首先得买得到啊 现在有消息称 美军在向印度推销退役的航母 来武装印度 但是美军内部也存在争议 那就是美国的航母技术在印度手上能否保密 因为俄罗斯同印度的关系也不错 俄罗斯媒体透露 中俄将在10月签订一个史无前例的合作计划 此事让美国一个组织坐不住了 要求联合国出面阻止 究竟是什么样的合作计划 让美国人如此惊慌失措 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号哨所 回复中俄 查看详情 请不吝点赞订阅